规划日本的中国球员,改祖宗姓以击败中国慰容,为何对祖国仇身四海,中国体育发展得越来越迅速,这也预示着国内的竞争越来越激烈,很多运动员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,选择为其他国家效力,这是可以理解的,但是却有一些运动员在离开祖国,投奔他国后,做出了很多让国人气愤的事情, 让大家难以接受,来看看几位加入日本国籍,确保受争议的运动员,张本志和的父母均来自中国四川省,都是乒乓球选手出身,他父母1998年到日本生活,全家一同加入日本国籍,并把原先的姓张改为日本姓张本,张本志和表示自己是日本人,最大的愿望,就是能够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金牌,击败中国, 让日本也成为拼谈霸主,张天杰出生于辽宁山阳,在初中时张天杰一家搬至日本爱之县,2008年张天杰代表日本出战,2008年亚洲青年赛,成为首位被日本国家队,规划的中国籍男子篮球球员, 张本天杰曾经代表日本男男男击败过中国男男,他曾经认为自己从小接受日本教育,就是一个彻底的日本人,他表示击败中国是自己的愿望,自己想证明自己的实力, 但是他也表示,在退役后想要回到中国发展,换个环境对自己生活更有趣味,何智利,原女子乒乓球运动员,后嫁给日本人并入日本国籍, 该名为小山智利,曾代表日本女队参加广岛亚运会,接连,击败陈静,乔红和邓亚平而夺得女单冠军,小山智利在在前向日本各大媒体,控诉,了她在中国时受到教练的不公对待,在战胜邓亚平后,她更是欣喜若狂的表示,为日本夺得亚运会冠军,比为中国拿到世界冠军还要高兴,任艳丽原本是标枪选手, 因为种种原因开始投入到累球的训练中,曾在八十年代担任中国累球队队长,一九八六年,她代表中国队出征,当时被称为亚洲重炮的她,随队获得优胜,并包揽了本雷打王和打击王头衔,一九九五年,正式取得日本国籍,并改名为与金木利华,在亚运会上,与金木利华高举日本国籍入场,她说曾说过, 能够代表日本国家队,战胜中国队是我最大的心愿,有日本记者问,你怎么评价你的对手,她说,中国队很有实力,但是他们在我们日本队面前没有机会,我们才是亚洲最强大的,在日本队面前中国队不堪一击,再遇到中国队我们还会大胜, 这是我们国家的骄傲,我相信日本队会获得最后的冠军,李明阳,身高一米九十六,中国国庆越兰选手,2010年10月,李明阳已请假看病为由,离开了北京首钢俱乐部后,失去了联系,后经其最有证实,她已经被日本一家俱乐部挖到日本打球, 虽然中国运动员规划于外国或加入他国国籍的情况,在铁坛并不是头一力,但李明阳在仍为北京队注册队员,以并驾位,由悄悄更改国籍仪式,激起众多关注,国庆女兰主帅李欣在微博,中路赤自己昔日的弟子为败类